在侍奉的時候,如果覺得對方不接納自己,不信任自己 這個情況是必然有發生的 就算我是牧師,我都會有這個情況發生 就是有些人找我們,可能是有不同的原因 也有時候我去到一些宣教的地方 有時候有些教目不信任都有的 就是有這種情況的 當我知道這個情況的時候 我就會,我跟你們的情況不同 我先說你們的情況 譬如有一個人來到,他很明顯地說 我不知道他講了什麼說話,令你覺得他不信任 譬如他講了什麼說話 我不是在這裡的,在我公司發生的 不過都是一個侍奉的 我就跟一個姐妹在拍的 那麼那個人來到,他就明顯地 他就問了那個姐妹在哪裡 讀過什麼教會 他就覺得他好抱 然後呢,直接就跟她說 當然我在她旁邊,我也感覺到她是不信任我 那我都未開口,他已經不信任我 我要怎麼處理 就是怕會遇到的 那首先呢,我會覺得你留意到是很好的 因為你留意到就好過你留意不到 你就硬碰 即是他明明都不知道你 你是要跟他說,他就更加不信任 所以我去到哪裡侍奉都是的 即是去宣教 我見到他不信任我 我就不會再去push更多 不會再去推行更多 但我就會執生了 他給我機會,他給我 他不給我就沒有 所以在這個情況呢 如果有兩個姐妹,她接受那個 那就OK了 好了,但你的問題 你先問我其實就是 你怎樣處理狼心 不是,我就說如果在這裡做服侍的時候 剛好個人安排到要我為他服侍 那我要怎樣呢 他又不信我的話 那要怎樣呢 我是應該通知你 還是我可以有些什麼處理 我又不是很介意他怎樣看我 不過他是想來安葬的 我也很想幫他 OK 那我去完回你那個位 然後才去這個位 好啊,謝謝 你那位有另一個人幫 那就已經解決了 不過他內心不舒服 那這件事就需要處理的 那內心怎樣處理呢 就是說 我呢 我願意做的 不過我現在沒有機會做 他不信任我 不要緊要啦 我就放手 就是神都喜悅的 就算我沒有做到 我為他祈禱吧 神喜悅的 那這個內心總是向這個方向去 去放手 如果我們指派一個人 你覺得他不信任你的時候 那我覺得他不信任可能有些表現 譬如不肯跟你說話 譬如有很多事情他可能需要幫 但他不肯給你 那時候我們就退了 我可以什麼位都可以給他鼓勵 這是第一種退了 譬如說 他對於成年觀眾不信任 不要緊 OK的 有沒有什麼地方 我可以幫到你 他說沒有了 沒有了 不需要了 就好像沒有什麼幫到 但是你說 你有沒有些事情都想跟我分享 你退了 你不是你做什麼 是給他分享 我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說什麼都沒有 那就不要緊要 我們交流一下 或者互相分享一下 我們一起討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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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是一個很柔和的現場 亦都給他機會 我不一定要做什麼 這種心態 我自己去過宣教 我問那些教目 我說你們開不開聖略 誰知道後來發覺不開放 那不要緊要 我就照照教目接受的程度 他給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這樣就沒有壓力 因為神要我做多少 我就做多少 這種心態 做不到 不要緊要的 OK 好 可以停了 好 那 我們現在 你 輪嘛 你 跟你 你 那 我 你